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准备了一个曾经在喊我发声的 天才兽女时间倒流失踪事件 2006年4月 一个14岁的女孩 在喊我庆州的一所孤儿园门口排环 发现到女孩的孤儿园院院长 在女孩的手上发现了一封亲母留下的信 银飞是我在19岁的时候生下的孩子 她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 所以也没有个信 本来想尽办法想要一起生活 但是实在太困难 所以厚着脸皮想要寄托这个孩子 希望能代替我养育这个可怜的孩子 银飞也对院长说了 自己与母亲因为无家可归 所以在首尔的一个市场露宿 然后有一天 母亲给了自己这封信 要自己去孤儿园后消失了 因为觉得银飞的遭遇太可怜 院长就接纳了这个孩子 在银飞刚到孤儿园的时候 因为长期流量在街头也没有登记户口 所以虽然已经是14岁了 但是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 孤儿园的院长帮银飞登记了户口 也帮她取了一个信 开始亲自教导了银飞 而在不久之后院长就发现到了银飞的天才性 不管是教导哪一个科目 银飞都是展现了惊人的理解力 在进入孤儿园不到一年的时间 银飞就完成了小学中学的课程 通过了资格考试 进入了青州的名门高中青州女高 而在进入高中之后 银飞的天才性并未减少 刚到孤儿园的时候 连ABC都不知道的银飞 在高中一年级二年级 一直都是维持着全校第十名左右的成绩 但是在高中二年级结束 要上三年级的2010年1月5号 因为就在前一年 韩国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处毒损事件 所以孤儿园以及学校都非常担心 马上就向警方报警了 警方最后发现到银飞的地方是 青州女高前面的公车站 而且因为在CCTV里能看到 银飞手上拿着行李包 所以警方初步判断 可能是离家出走去找亲母了 但是孤儿园院长确实反驳 银飞是要从学校宿舍回来孤儿园 所以才会拿着行李 而且这四年来 从来都没有与亲母有过任何联系 所以绝对不会是离家出走 因此警方开始展开了大规模调查 但是始终都没有查到一点线索 就连银飞来到孤儿园之前 露宿的首尔市场 也没有一个人认识银飞 所以警方就在全国发布了 有着银飞的照片 以及个人资料的传单 然后过了一个月左右 警方接到了一桶 自称是银飞的舅舅的电话 我侄女现在跟亲母在一起 所以希望不要再发布传单了 过了几天 银飞跟银飞的亲母来到了警察局 然后警方听到了非常惊人的真相 银飞的本名是李某某 从来都没有在市场露宿过 父亲是经济道的公务员 母亲是平凡的家庭主妇 在家也有三个弟弟妹妹 然后更让人震惊的是 你18岁的年龄失踪的银飞 其实是22岁 整理一下就是 银飞在14岁那年 第一次来到孤儿院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18岁了 整个事情是这样的 银飞在还没有办理身份证的18岁那年 因为跟同学们说的很多谎话 爸爸是医生 表哥在名门大学 男朋友是富二代 这些谎话都被朋友们揭穿之后 学校生活就过得非常不好 而不只是在学校 在家对父母亲也是 常常造假了自己的成绩 导致父母亲的期待也是非常高 所以在高三那年 银飞就因为考大学 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结果就决定离家出走 然后自己来到庆州 以14岁的孤儿 进入了孤儿院 开始了第二次的人生 在庆州 银飞以天才少女 完成了小学中学 高一高二的课程 但是在重新到了18岁高三的时候 银飞从天才少女 变成了平凡少女 所以这次也是在办理身份证之前 再次抛弃了银飞的人生 回到了李某某的人生 因为这个事件没有涉及到犯罪 所以警方也就此结束了调查 虽然说是没有涉及到犯罪 但是真心为了他担心的院长 学校老师 同学们受到的打击跟伤痛 是谁要补偿呢 对于银飞的这个事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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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